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 感恩我们请到这个 郑立新牧师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郑立新牧师 郑立新牧师 他就是吹号者的发起人 就是特别关心 我们的下一代的教育 下一代我们的信仰和教育 郑立新牧师他在那之前 他曾经在美国的 华人教会 从事这个青少年的 这个牧者 牧养工作做了十几年 郑立新牧师 我就今天特别想请你 就是从我们拯救 下一代的角度来讲 今年大选我们应该怎么样投票 为什么必须要投票 虽然这个拯救下一代 是需要时间 是个长远的工作 但是我们近期 因为马上就面临了大选 那我们也要 面对这个大选的这个问题 所以在开始之前 我请郑立新牧师 跟我们做一个祷告 然后你就回答一下 我刚才的问题 好不好 好的 OK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啊 上帝我们赞美你 感谢你 你让我们生活在美国这个地方 这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土地 我们要为这个土地来求平安 求你的圣灵更多能够来光照影响这地 我们为今天这样的访谈 交到在主里面前 主让我们的心事意念 能够跟着您的话语 跟着你的圣灵来请 我们把这样的时间仰望在主里面前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阿们 好 好 那我谢谢 谢谢小青姐妹 师母给我这样的机会 来分享这个很重要的议题 其实呢 我都是用抢救下一代 因为 这个是有那个紧迫性啊 特别呢 跟选举的政策 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我之所以会出来成立吹号者事工 就是因为我在服事年轻的过程里面 我看到很多政策 影响到我们的教育 影响到我们的学校 所以影响到我们的孩子 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而这个是我们有这样的责任 跟义务呢 去改变的 特别神在 让我们放在北美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有投票权的 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 也是最容易可以达到 我们做光做眼的功能的 你 这而且是从我们个人的层面 我每个人都有投票 你要为谁投票 你要投给谁 我这里真的是呼吁呢 我们的弟兄姐妹们 不管你有没有孩子呢 能够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来投票 今天非常清楚的 你看到一个政党的政策 是来鼓励多元的性别 是来鼓励这个父母 孩子 可以不需要父母的权利 就可以来做变性手术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没有人出来发生呢 这么大的一个重要的事情 我过去以前在服励的时候呢 看到了可能就说孩子 只是要变成同性恋了 那个已经很严重的问题了 那父母就没办法来说no 但是今天呢是变性了 是没办法改变了 你如果做了这个手术以后 而孩子们在学校里面 就被灌输 他可以成为不同的性别 我觉得这是非常邪恶的一种事情 而为什么更多的父母 教会你就没有看到 这个我们要去保护那个 最需要保护的就是我们下一代 所以我在这里真是鼓励大家 呼吁大家 为了我们下一代 来投票 让这些不好的政策呢 能够远离我们的孩子 让我们的孩子 能够有一个平安的童年 所以 我稍微补充一下 为什么要补充呢 因为可能很多这种 有投票权的年轻人 或者你没有孩子的 你可能最近这些年 你没有关注这个事 最近这些年 民主党简直是 他们做的事令人发指 比方说像在加州 还有在很多的州 他们在他们的政策 已经下到 下到这个幼儿园 下到公立学校 如果你的孩子 有点抑郁 或者有点羡慕 异性 他就会瞒着父母 去让孩子吃对方的这个荷尔蒙 就是异性的荷尔蒙 然后吃那个停止孙长的那种 自己性发育的那种急速 然后把你的孩子带去做变性手术 而且就是不让父母知道 民主党的这种政策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是跟上帝 跟造主上帝叫板 这个大家要关注 即使你现在没有孩子 你记住这些问题 最后买单是你买单的 你去想想 从我看过很多的数据 这种孩子 你小的时候让他变性 你以为他会快乐吗 这种孩子以后自杀率是最高的 而且他们的这种医疗成本 也是非常高的 最终这些医疗成本 这所有的费用 会瘫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你买保险 其实你买保险 你是在出钱为人家看病 而且这种社会问题 这种人他以后 因为他小的时候 在他无知的情况下 就遭遇了这样的经历 等他想明白了以后 他很多会恨恶社会的 他会报复社会的 你不知道最后这种恶 会落在谁的身上 所以真的是呼吁大家 基督徒甚至非基督徒 你只要稍微有点尝试 你关心一下社会 你都应该去投票反对民主党 你即使你在过去 不是那么喜欢共和党 你现在也需要选择共和党 为什么呢 因为你选择共和党 等于你坚决的否定了 民主党的政策 其实我三年前成立这个事工 这三年来我发现问题 比三年前我开始的时候 更加的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要出来吹号的 因为我每次要到一个城市 去分享的 我都会让我的同工 来研究那个城市 他们的学区的状况怎么样 一不查还好 一查真的是会吓坏了 最近我去麻州一个地区 他们那个地方的学区 都是最好的学区 都是我们华人去的学区 而且学区有的 已经都有这样的政策了 就是他们会 甚至都有表格了 让小学生都可以来填 你是要成为什么样的性别 而且当你的孩子填的 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会启动一个变性的计划 所以他们是很积极的 来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这些事情 真的是非常非常邪恶的 再加上这些所读的书籍 所他们要做的这些事情 我真的求神来怜悯 我们这个国家 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 去毒害我们下一代 我真的求神 让更多的父母 干到教会以后 看到这个事情 我们真的是要起来发生 民主党已经没有任何的栅栏了 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隐藏了 以前我们很错误以为说 这是爱和包容的 这是上当的 打蛋很清楚神的属性 神是爱 神是公义 所以他就用这两个来twist 来把它改掉 真正的爱 是要知道 是从真理来的爱 而如果说我们只是 不单只是纵容 而且是鼓励这些错误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孩子身上 这种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而且整个社会要付上代价 刚刚你提到那个保险 我最近听到一个妈妈 她一个朋友的妈妈跟我的朋友说 她这个女孩子到Berkeley去就变性了 然后那个手术 好多钱他们只付了15块钱 这个家庭只付了15块钱 其他的全部是保险公司买单 所以这个是全民在付上 这些很大的利益在上面 而且你会说 那跟我 我没有孩子没有关系吧 有一次一个妈妈跟我说 她的儿子是麻醉科医生 他就被要求要对一个17岁的孩子 变性手术麻醉 他决定因为他是基督徒医生 他不愿意做 他就换到了另一家医院去 感谢主还有另一家医院可以换 那以后其实每一个人 你都要从事这样的事情 不然你可能就没办法工作 其实今天呢 我们已经在面临迫害了 基督徒我们已经在面临迫害 如果你今天觉得没有迫害 是因为我们妥协了 所以其实呢 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 我们是要为神的真理而挺得住呢 还是我们为了取悦这个世界 而牺牲了我们的孩子 阿曼 阿曼 郑牧师说的 我非常阿曼 我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多年 我真的是见证 美国过去三十多年大滑坡 现在最近的这几年 简直是自由落体 非常非常可怕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今年2024年 还有一点机会可以做出选择 千万不要浪费了我们最后的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机会 但是很有可能 这就是最后的机会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投票来遏制民主党 继续来毒害我们的下一代 以及我们这个国家 刚才讲的这个变性 这个性别认知的这个问题 其实如果你做过父母 或者你自己小的时候 稍微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孩子小的时候 他不管是自己的认知 还是受周围环境的影响 其实很多孩子 他小的时候 他都有一点糊涂的 就像我自己 你们看我做女人是做得很好 我非常享受做一个女人 做一个母亲 我有好几个孩子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 我一直上大学 我都是像一个tomboy 就是像一个假小子 我上大学的时候 像一个假小子到什么地步 我会经常穿着男式的衣服 头发剪的短短的 我上女厕所 把人家女生吓得一跳 然后我心里有一种快感 我现在想的是醉 但是我那时候不知道 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豪爽 然后当时我的寝室的那女生 一个叫自称为我的大老婆 一个自称为我的小老婆 你看就是这样 你看但是呢 等我真的认识主了以后 认罪悔改 重新看见我自己 我非常欣赏上帝 把我造成一个女人的样子 我知道女人跟男人不一样 但是我们有我的长处 我说了我 如果我是生活在现在这个环境 我还等到上高中 可能我小学的时候 就被人家瞒着我的爸妈 脱去做变性了 是不是 等我长大了以后 男不男女不女 你说我那个时候怎么办 是不是 然后呢 我在看 你在看我的弟弟 我的弟弟也是这样 我弟弟我记得很清楚 我五岁 他四岁的时候 我妈妈 我妈妈那个时候 因为在中国那个环境 他也不懂啊 这是五十年前的事 然后呢 那我的妈妈呢 有一天 因为我们那时候非常穷啊 有一件新衣服就不得了 我妈妈不知道在哪 找了两块边脚布 边脚布 人家做衣服 剩下的 因为我们很小嘛 她就拿了两块布 去做了两个小花裙子 就半截的 一个大花 一个小花 拿回家 我妈妈给我穿大花的 给我的弟弟穿小花的裙子 我妈妈本身这样做是不对的 因为她等于是误导 我弟弟的性别 但是我弟弟看见 我穿的是大花的裙子 他乌在被子里面 就大哭了一场 为什么 因为他想穿大花的裙子 如果我的弟弟 生活在美国 是不是也被人家 莫名其妙地抓去 瞒着父母 做了变形手术呢 我的弟弟 现在他也很享受 做个男人呢 他是父亲 他有孩子 他有妻子 他跟他妻子关系也还不错 所以你看看 就是说 其实小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有一些 这个弧度 父母是要引导 世界上还有谁 比父母更爱自己的孩子呢 当然父母中也有坏的 但是比例来讲 程度来讲 一般来讲 一定会比 你世界上 那个social worker 一定会比 那个社工要 父母一定 一般来讲 要比社工更加爱你了 社工这是来帮助你 这是你工资啊 是不是 所以这种民主党的这种 把孩子 把父母给 对孩子的权柄 多去 然后危害孩子 以打着爱的谜 其实是非常非常邪恶的 真的是 弟兄姐妹 还有朋友们 真的是你一定要去投票 趁着今年 还有选择的机会 说不定以后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是 真的是让我看 这是一个错误的世界观 所带来的影响 对这些人可能他们认为 他们在做一件好事 但是却是用了错误的方式 错误的观念 而且今天呢 不再只是 其实这个多元性别 这只是其中一个项目而已 其实各样这些政策 这些种族的政策 DI的政策 这些各方面 完全其实在反对神的设计 这才是最基本的一个挑战 那今天呢 我们真的是教会 基督徒 就是要在这样的时代呢 时刻来守护真理 为神来做见证 而且呢 我们是要让这个世人看到说 神的设计是美好的 我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真是看到太多的年轻人 被这错误的世界观给欺骗了 不结婚 不想有孩子 自己按照自己的情欲生活 听起来 看起来好像很自由 好像很潇洒 但是至终 却被这个世界的神给欺骗了 那这些政策呢 就是在助长这样的一个趋势 而我们最简单能够做的 就是透过投票的方式 把这样的思想观点给挡下来 那其实还有平常 我们真的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至少这是一个 你说很简单 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能够在投票上面 来表明我们的立场 其实这也是一个信仰的告白 我们不是说 谁赢谁输谁怎么样 我们是一个信仰的告白 我们按照神的真理 我们来选择来投这样的票的时候 我们在宣告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子 即使我们可能会遇到逼迫 即使我们会遇到麻烦 那圣经早就跟我们讲这些事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这样挡下以后 我们需要有更多 真的是我们要来宣扬神的真理 宣认美善 所以我们最好的事 中国港澳有一个 这样的心意更新的课程 就是能够希望能够帮助父母 帮助教会 甚至非基督徒能够看到神的设计 其实是最合乎所有的人的 不是只有基督徒 是所有的人 因为如果神是创造万物的主 他的法则是适合所有的人 而这是反而在今天这个世代 这是一个我们很好为神做见证的机会 为什么一个家庭 要有妈妈 要有爸爸是最好的 所以对孩子最好的 其实这些这是我们在护教学里面 最好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不是说这个多不好 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挺身而出 来显明神的美善 让世人看到说 还有点出入 其实我现在很多非基督徒都看到问题 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 反而我觉得有时候教会因为 我们有去教堂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就随便让人怎么样 没关系 我有主礼拜天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想法 我们有礼拜天 其实我常说 撒旦不怕基督徒在教会做什么事情 你24小时 48小时 72小时在教会不停的敬拜 OK 撒旦根本不会怕你 因为你只要一出来教堂 就是他们的天下 所以我们要把神的真理 重要的是说 要能够涌流出来 影响到这个世界 才能成为光和眼 而这个选举投票 是一个最简单 最直接的方式 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功能 是的 阿曼 你说这个选举投票 这么简单的事 然后基督徒都不愿意做 稍微难一点的 他怎么可能愿意做呢 那其他所有的豪言壮语 都是空话了 而且就像刚才正部是讲的 其实我们这才是真正的爱 在真理里面的爱 是考虑到他们在永恒的好处 不光永恒的好处 今生今世的好处 咱们也不是说 按照他眼前的感觉 而为他考虑 而是为他五十年后 为他八十年后 为他的子孙后代着想 可能他自己没看见 但是我们按照圣经上帝的教导 我们的vision 就是我们看的 因为有上帝 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能耐 我们看得远 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话 我们相信上帝是人类历史的主宰 所以我们爱他们 我们提醒他们 我们为了他们只剩后代的好处 所以真的 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能够来挺身而出 而且借着这个机会 让我们来思想这个世界 我们教会跟世界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灵色 我常常讲其实 我们要爱我们灵色 如果你看到这么多的年轻人 特别是小小孩 幼稚园的 甚至两岁的 我那天听到一个妈妈跟我说 她女儿两岁的时候 送去托儿所 变姓皇后就进来了 在那个托儿所表演 所以你就看到说呢 这些影响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那我们真的是要爱我们的灵色 而不是只是 这个世界反正就会越来越败坏 真的是这很错误的思想观念 神学观念 让我们反而让世界为所欲为 所以让我们能够起来 为我们下一代挺身而出 而且不是只有教会自己的孩子 所有的孩子 真的我看到就是说 我们要看到所有的孩子 我不是说啊 我自己的孩子 我回来跟他讲一点就好 常常有人会听到一些说呢 其实很多父母 甚至牧师也知道 他们孩子在学校学了不好的事情 但是呢 我觉得很受了很多错的关系 说我回来 我可以跟他来对谈 来跟我的孩子谈这些哪里不对 他觉得很骄傲 那第一个就是想 你是有你是牧师 你可以跟他对谈 或是你是基督徒 那如果那些非基督徒的孩子呢 没有人跟他们谈 他们是不是更上当了呢 然后第二点 如果你真的孩子知道在学不好的 那你为什么要让他去学呢 这是一个我觉得很错误 圣经里面呢 从来没有跟我们说 你要去吃毒药你才会有 对毒药有抵抗力 全然没有这样的 可是我们好像很多时候 我们还很骄傲说 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 学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他们还很信神 我觉得我们很骄傲 那其实呢 这个都已经进到脑子里面去了 这个是洗不掉的 而且呢 圣经更叫我们是要远离罪恶 那我会出来吹号 就是因为很多是 我在教会的 我带了年轻人 他们把他们学校要读的书 写的作业给我看 我就知道 哇 比你想象的糟糕 这还是几年前 我最近呢 听到一个妈妈跟我讲的 在底特里 她女儿是九年纪 她 老师让他们写一个作业 你不要吓坏了 作业的题目是 如何谋杀你的父母 How to murder your parents 那你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 她去跟老师抱怨 老师还在那边 托尼代表的意思是说 还有更坏的 你现在不写这个 还有更坏的 所以呢 我听到太多 这是孩子们 因为要写这个很黑暗 因为他们要写这个东西 要先看很多很黑暗的书 然后来写 难怪他们会得忧郁症 这都实际的例子 因为我到处在跑 越来越多看到这样的例子 所以呢 若你的孩子还没有了 感谢神 但是呢 我们也要为别人的孩子 特别我呼吁教会的领袖 我们要起来 为我们的下一代 来打这个仗 而不是只是我们大人们 高兴就好 其实换个角度来讲 我真的觉得 我们是不是要 看到旧约时代说呢 我们是在让孩子惊火 然后我们大人就有平安 其实我不想打这个 是不是就是 结果就是我们的孩子 献给摩洛去了 而且被敌人给屠杀了 然后我们大人 光高兴兴地做我们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呼吁 部门 特别是教会领袖 为我们下一代增长吧 看看我们下一代 我们能够在最基本的事情上 至少向世界说 至少向世界说No 赢不赢是会 at least向世界说No 其实呢 修尔尔尼西呢 大家知道这个 俄国的大文豪啊 他就是不像这个共产党低头 他就被关到古拉格群岛 集中营去了 他有句话说呢 Don't live by life 不在谎言底下生活 他说呢 或许我们不能改变专制的政府 但是呢 至少我可以做到的是说 让那个谎言不来管辖我 今天呢 基督徒我们或许觉得说 世界管辖不了 你影响不了 但是就像约书亚说 至于我和我家 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其实呢 如果有很多这样的我和我家呢 马上改观 我们不要看了 啊 很大 只要每一个教会的我和我家 都侍奉耶和华 站在神的真理里面 其实 这个教会的影响力 马上显出来 这世界马上会看到 哇 教会不一样 哇 还有一道光在这里 那 我在各地旁呢 真的是也很兴奋 因为是神的圣灵在工作 我今年每个礼拜都满的 而且实在是 有时候就要飞的 感谢主 下午就要飞了 说实在有时候是非常很累啊 我跟师母每个礼拜这样跑 然后周天回来就要洗衣服 弄一弄 又跑了啊 那 但是呢 我觉得是神在工作 只要有机会 我就催好 而且神在兴起他的军队 我们 是在向世人宣告说 还有一条路 还有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我们用神的美善来吸引 这些正在被世界掳掠的 大家都要寻找答案的时候 为什么 其实我常常 很多基督徒看到这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教会没有声音呢 为什么教会觉得 而且不但没有声音 还压制有反对的声音 因为我们以为说呢 我们要让世界来喜欢我们 那其实这是不是合乎圣经的道理了 这个圣经 我们都查清 查清讲的太多了 圣经说你爱这个世界的话 你爱我世界会恨你啊 但是呢 我知道我当过牧师 我们很怕被世界讨厌 特别我在服侍年轻人 我真的我经历过那些挑战 我不要讲这些事情嘛 然后让孩子们会很喜欢你啊 然后你就可以跟他们buddybuddy 好像这样我可以传福音 但是其实当你不讲什么是对错的时候 你传什么福音的 而且至终呢 你是被世界给影响了 因为你不敢讲了 而且你不讲了 其实大家觉得说 也就是这个样子 至终呢 我们就被影响了 而且你到时候要讲的时候就突累了 在疫情的时候 一个牧师这样 我听了 他在一个在一个meeting 他说呢 他是服侍 他自己创了一个教会 是英文的教会 他是从台湾来了 那服侍 这个教会14年了 在疫情的时候 2020年的时候 他说呢 他就讲了一篇道 就是英文的 而且是他自己成立的教会 他说呢 我圣经是不 不支持堕胎的 圣经是讲到 性别是一男一女 讲完以后你知道吗 他说会有跑了一半 所以 感谢主啊 为这个牧师感谢主 而且我说呢 他如果再晚一点讲 他如果再晚一点讲 离开了可能是他 所以今天就是这样 你以为说 我们都不讲 然后呢 就让大家喜欢 其实是的 我们啊 但是我们是要用 爱心来说承受 而且要有行动 这我知道 我们要 不是说啊 只是批评 我知道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不能只是批评 但是我相信 其实呢 很多时候我们 我们要 讲 爱心说 神的真理 同时也要有 爱的行动 我们就能够来帮助 真正来帮助 这样的家庭 这些孩子 太多太多了 最近也接触到 一个事工的 他们专门在帮助 辅导这些 因为这个性别错乱 这些事情 的这些家庭 他说他们这个团体 有两百多个 两百多个家庭 哇 其实呢 当我们看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刚才想 如果 我们是不是要 把那个源头给断掉 我觉得教会呢 都很 都很 好像在当急诊科医生 我过去其实我 当了20年的急诊科医生 有问题都来教会 特别有问题来找牧师 对不对 我们会很 很 把他放在说 帮助多少 帮助多少 但是你看看 如果一个医院 突然间涌进了 很多人拉肚子 你不会只能给他 一要解药说 好 你测这个不拉肚子 你会去看说 到底你们是哪里吃坏东 对不对 可是今天教会 就没有去看那个源头呢 要把源头给挡下来 那我们只是源源不断的拯救这些 那到时候真的拯救不完了 这我们 我觉得神给我的负担 吹号的时候 就是要把那个源头给找到 然后给取代掉 然后呢 感谢主 感谢主 就是对孩子的教育 我们有长期的 就像真理性牧师 一直在做的 吹号 让父母教会 都行动起来 而且这也是一个 很好的传福音的工具 就像正理政务师刚刚讲的 但是呢 短期的就是 这剩下还有两个月 这个真的是大家赶紧要 对 要注册投票 而且在你的当地 看看你能够帮忙 投票站 是不是能帮忙做点事啊 去投票站做义工 做什么事 或者去帮忙查牌子 帮忙发那个Voters Guide Voters Guide 因为很多人很糊涂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选谁 你自己到你的当地了解一下 哪些人是想害你 是想害你的孩子 是支持孩子变性 然后支持这个夺去父母的权利的 基本上都是民主党 这些坏蛋们 你要特别小心 然后呢 这是近期的 再说一下 这是我们目前还能够选择的 说不定我们以后就没有任何机会再选择了 真的如果说再不挡下来的话 真的就 而且因为他们已经很清楚了 如果他们的 民主党已经好几次通过这个平等法案 就是说他如果全部掌权了 教会就没有声音 教会 我们就违反了 所以这个刀口已经就拿到教会的 我们竟然还没有醒过来 而且几年前我听 而且我再补充一下 我们可能今天就完了 还有一点就是你可能会胆怯 你知道这个启示录 第21章第8节说得很清楚 到末日的时候 不信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胆怯 胆怯完了他就会不信 所以要特别小心 第一 第二呢 我是从极权的背景过来 我知道你胆怯也逃不脱 你还不如刚强壮胆 刚强壮胆的时候 因为我读过很多这些基督徒 在中国大陆 那个被逼迫的那个年代 你刚强壮胆的 总体来讲你的下场还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保上帝的喜悦了 然后你良心也平安 你也受到逼迫 但是呢 如果你胆怯 你又说你是基督徒 你在上帝面前 你也过不了这一关 你在人面前 你的良心也过不了 最后你也逃脱不了 遏着的这个逼迫 他们是先用你来逼迫那些中心的基督徒 然后最后中心的基督徒干掉以后 他再干你 所以我常说 我们要死也死在战场上面 那神的国度 你不怕死就死不了了 是的 要死了 我们死了就回天家 而且你想逃也逃不脱 是不是 而且我们要做一个快乐的战事 我们不是只是看到这个事都做 我们就愁眉苦脸 而是真的我们有好消息 我们有更好的 这样的一个神的设计 能够来展现 能够来造福所有的家庭 所有的人 而这次我真的是要趁这个机会 当黑暗这样笼罩 错了观念思想的时候 其实亮光很容易就亮起来了 那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从投票开始 然后我们开始来 神的福音 神的美好的创造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到这 感谢主持人